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找来看原文 我这里讲到的就是 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得到的一些感悟 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把我的感悟告诉你 我不说哪个神学家的 神学家的著作很多 但是那是他们自己的感受 可能他们来说会更好 我只说我的感受 大家知道英文有一个词叫call 这个词啊 我们要读圣经 要了解文学创作 了解神奇的旅行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了解这样的诗句 这样的旅途 就必须要认得这个词 call 就是召唤 召唤 神的召唤 在这个圣经当中经常提到上帝对人说话 我们知道上帝是无形的 没有谁见过他 可是他怎么跟人说话 他经常跟人说 亚伯拉罕 你起来 我有话跟你说 就是什么 赶招 大家知道1517年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是什么 我简单地讲一下 call的在西方文化当中的意义 马克思韦伯写了一个 新教伦理以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不容易读 很难 但是你理解了这个call 我跟大家两句话 讲完了 这本书 你们就理解了 call这个字 就是召唤的意思 但是有一个词叫calling calling这个字呢 它在英文当中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召唤 大家查字典 还有一个意思是职业的意思 职业 从事一份职业 就马克思韦伯他就发现 为什么新教的国家 资本主义发达了 什么新教的国家 也就是英法德 这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因为在新教国家 这个calling的意思 既是神的召唤 也是从事一份职业 也就是 这些民族 这些基督徒 他们把 做一份工作 做一份职业 当成是神的召唤 所以这种敬业精神 就形成了 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 帮人家翻译过一本书 叫The soul of the firm 企业的灵魂 当时是帮朋友的忙 翻了一书 就有一个企业家 他是service master 翻译成服务主 搞服务行业的一个企业家 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在我们的 这个公司的总部大厅里面 就竖着一个雕像 什么雕像呢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一个雕像 耶稣为门徒洗脚 洗去他们的封城 安慰他们 他就讲 我们做这个service 就是帮人家做 比如说 当园丁 捡树枝 修理草坪 打扫卫生 擦灰狗的公共汽车 就是做这个服务行业 美国很大的一个行业 他说我们发扬什么精神呢 发扬基督的服务的精神 我当时还跟他讲 我说以前我们毛主席 也叫我们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to serve the people hard and soul 我们原来就是这么讲的 我们原来学英文 to serve the people hard and soul 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 西方的精神 他们的职业当中的精神 和宗教精神 是合起来 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重视轻商 商人在我们 很低级的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商人是没有地位的 所以我们现在 不好好干活 是有文化渊源的 中国人的敬业精神 不如西方的人 是有文化渊源的 所以马克思韦伯 就驳斥了一些人的观点 我们以前觉得 资本家之所以发达 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 源于资本家的贪婪 是吧 剥削生于价值 那贪婪 可是马克思韦伯就反驳说 那中国清政府的这些官员 也很贪婪 他们难道比资本家好一点吗 一点也没好 他们更贪 果然也是这样 是吧 我们也没有贪出一个资本主义来 为什么呢 我们也没有把资本 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没有 所以贪婪不是杠杆 不是动力的源泉 贪婪是有问题 那么马克思韦伯就发现 原来是calling 原来是召唤 当一个人把召唤作为职业的时候 所以他就会尽心尽力地 从事这份职业 创造财富 而且西方人 包括我翻的这本书当中 这个service master的CEO 他也说到 他说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 来到人间是干什么的呀 上帝让他们来 让人来到大地上是干什么的呀 来劳动的 来创造财富的 所以他们把劳动创造财富 看成是一个人类的使命 变得很神圣 你只有把一个职业变得很神圣 你才会尽心尽力 才会把它往那个上面引导 而不是说 我捞一笔钱 这个事情黄了算了 不是这种心态 所以这个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文化 经济文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 我们讲这个call 我们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 亚当夏娃 就是最早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 造了亚当夏娃 然后亚当和夏娃在一年圆生活 夏娃吃了苹果 禁果 然后就被逐出乐园 然后亚当也吃了 两个人经不住蛇的诱惑 夏娃经不住蛇的诱惑 两个人吃了禁果 被罚到人间 生了两个孩子 该隐和亚伯 结果该隐就杀了亚伯 一个是牧羊的 一个是种地的 两个人争风吃醋 就该隐 哥哥就把这个地里 牧羊的杀了 但是上帝说 凡杀该隐的 必遭报七倍 不主张复仇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主张 就人类刚生下来的兄弟 彼此之间就残杀 然后最后人 繁衍后代 生了很多不孝之子 上帝看着 后悔造人了 把他们全淹死 就发洪水了 然后就造了诺亚方舟 救出来了 每一种物种 然后又继续 重新开始 这个生育繁衍 然后呢 以色列的先知当中 有一个著名的先知 就出现 叫亚伯拉罕 我们现在讲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 以色列的一个 先知的名字 我们不是经常听 以色列讲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指一个先辈的意思 就有点像我们 中国人讲的 什么周文王 炎黄子孙 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亚伯拉罕呢 他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是亚伯拉罕 原先的名字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父家 父亲的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诅咒你的 我必诅咒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这是上帝 耶和华 对亚伯拉罕说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人 怎么来理解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理解 一个人能够听见上帝说话 上帝会对一个人说话 与其说上帝在对亚伯拉罕说话 不如说什么 亚伯拉罕听见了上帝的召唤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亚伯拉罕他个人的内心 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说你带着同志们 撤离这片土地 换一个地方 亚伯拉罕就带着 以色列的这个民族 就迁徙 就离开了本地 去寻找新的家园 这是我们听到的这段 好 我们看这段历史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甚大 亚伯拉罕就到埃及去 要在那里居住 所以我们从这几句话 看出来什么 圣经也是一部史记 记录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非常完整的记录 不仅是他们的精神史 信仰史 也是他们民族本身的 一个社会现实的历史 圣经当中记录的 都是真实的历史 都可以考证 所以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带了 以色列的民族 怎么样呢 到埃及去了 以色列的民族 一直没有家园 自古以来 就为这个土地发愁 到现在为止 你看为了多建 二十多套房子 还要再打 是吧 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犹太人这么聪明 这么强大 就没地儿住 奇怪吧 就是到现在 人家不承认 那是我们的地方 耶路撒冷 还不承认 阿拉伯人 还在和他们争 好 我们看 然后亚伯拉罕就去埃及了 按照上帝的意志就去了 将近埃及 就快要到埃及的时候 亚伯拉罕对他妻子 撒来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 你是我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极致亚伯拉罕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妇人 极其美貌 法老的存 存在 就是那个大臣 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妇人就被带进了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这妇人 就后代亚伯兰 亚伯兰得了许多牛 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奴婢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 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 你这向我做的什么事呢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是你的妻子 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 以至于我把她娶来 做我的妻子呢 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 可以带她走吧 于是法老吩咐人 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 并他们所有的都送走了 所以亚伯兰就带着妻子 就离到埃及的一个土地上 亚伯兰又得到了很多财富 我们看这段历史 圣经当中的描述 那么客观 也有一点叫什么 春秋笔法 威严大义 就不光是我们中国人 这么记录事情 你看他这段 他没发表什么评论 我们今天的人 就会一百个问号 画出去了 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这样 没有 这件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 你们自己去想 所以我就觉得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 亚伯兰 我从这个事情 受到很多启发 也就是说 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讲 宁为玉岁不为瓦全 是吧 你这个妻子 对丈夫不忠 我们中国有很多故事 这个女人 丈夫死了 或者说别人要霸占的时候 临冲的妻子 自己一剪刀 就自杀了 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真结 亚伯拉罕 这么样一个大人物 他的妻子 就被法老占有了 然后呢 他是他自己出的主意 说你是我妹妹 为什么 亚伯拉罕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我还是讲 我们用人 普通人的角度 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 看到很多实质 我们也只能站在一个人的立场来看 我个人的观点 忍辱负重 是吧 这不是有点像那个韩信 受胯下之辱吗 这比胯下之辱还要严重 可是怎么办呢 我们设想 假如这个亚伯拉 他不说 你就是我的妻子 我们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结果怎么样 肯定就一起死了 是不是呢 这个法老说 你是 你是他的丈夫 那我要得到他 你不死吗 死了 他也活不了太久 太好 是吧 所以亚伯拉罕最后 他忍受一切苦难 为了什么 为了活下去 所以我看这个圣经 很多想不通的道理 我在一点上想通了 人要怎么样啊 要活下去 民族要怎么样 要生存 要土地 要生命 这是根本的道理 所以你们到一个 进入一个古镇 了解 想了解一段历史 了解一个家 家园 故园 历史 我认为最重要的 一把钥匙 就像我去三峡 很多古镇 我想了解 这个三峡的历史 怎么样问啊 就说 你爷爷是做什么的呀 靠什么来活呀 就人怎么活 是打鱼啊 还是挖煤啊 还种地啊 你一下子就讲到 问题的本质上来 人怎么活 意识住行 哪里的来源 是吧 你怎么活 为什么会死 是病死了 还是被人杀死了 还是被人抢的 还逼迫死了 你一下子就 切入到问题的核心 要不然问这问那 问了半天 你们这里有什么 旅游景点啊 讲了半天 不做编辑 说到人的生存的根本 就亚伯兰的这个故事 就是特别的感人 我从亚伯兰身上 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关于Calling的故事 上帝跟他说话 关于他妻子的故事 他忍辱负重 要活下来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讲一下 他的信仰的故事 这个故事更震撼人心 什么样一个信仰的故事 就是说 亚伯拉罕 亚伯兰 他有一天 听到神的召唤 上帝说 亚伯拉罕 上帝把亚伯兰封号 改称为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上帝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到摩利亚地区 在我要指示 你的山上 把它 献为番祭 这个番祭 就烧柴火 作为祭祀 亚伯拉罕 吓死了 上帝说了一个 很可怕的话 叫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 作为牺牲 献给上帝 亚伯拉罕 一生 不肯 默认了 早上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的儿子 披好了 这个番祭用的柴 就 开始上山了 亚伯拉罕 就跟他的仆人讲 你们在这里等候 我和这个童子 上去就来 亚伯拉罕 就把番祭的柴 放在他的儿子 以萨身上 自己拿着火和刀 于是两个人同行 以萨对他的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 我在这里 以萨说 请看 火和柴都有了 番祭的羔羊 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 神必备 番祭 做的羔羊 做番祭的羔羊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使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 把柴摆好了 捆绑自己的儿子 以萨 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拿起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 从天上叫他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们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也就是你的独生子 留下来不给我 大家想想看这个故事 就是说 神呢 要你做一件事情 你不懂为什么 但是怎么样呢 亚伯拉罕却做了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什么叫做信仰 他背后又蕴含着 怎样的历史背景 我们下课再讲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